心裡妞妞 要你直達順暢 勇德生技高興有效 邀您共賞 俗女家務事 俗女白天很多事 俗女晚上有心事 幫你搞定 俗女家務事 你知道有時候 我們在生活當中 就是會遇到一些抉擇 或是一些困擾的時候 我們常常告訴自己說 你要從好的方面去著手 去想 我們今天就要來討論一下 你是真心的 非常的樂觀 還是其實在你身上 是有一些小隱憂的喔 對著 先可能一些小危機 大家沒注意到 來看看第一點 你是不是越來越喜歡一個人待著 而且不想被打擾呢 我在台北我們家是住七個人 因為我弟弟跟我們一起住嘛 所以是一個大家庭 我就覺得 大家住在一起其實好處非常多 對 比如說我工作忙 我弟他們可以幫我照顧小孩 非常照應 對啦 打掃什麼什麼 其實都有人幫忙 然後你看到小孩玩在一起 你也覺得說 我這麼忙他們有伴 我覺得很不錯 對 可是有時候就覺得說 可以不可以讓我安靜的一個人 在一個房間 對 有點私人空間喔 對 不然你說七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 光是在講電話 一個人看電視 你就知道那個周圍的聲音有多少 所以我唯一能夠合理的 沒有太刻意的維持安靜 就是讓他們準時睡覺 對 所以我從小孩很小的時候 我就一直很在乎他們睡覺這件事情 他們說那我十點開始刷牙 我說不行 你九點五十五分就要刷牙 這樣你十點才能夠準時躺平 所以他們說這個家裡很有規矩 他說不是 因為媽媽十點就要開始 忙自己的事情 對 我想看小說 我想追劇 然後我覺得晚上我在工作上 我的思考也會比較清楚 所以你就知道說 你說越來越喜歡一個人不被打擾 我覺得一半一半 對 但是我覺得聽完之後 我覺得其實真心地來 觀察語安剛剛分享的事情 我覺得她的內心潛在的是 喜歡一個人 喜歡獨處 為什麼 因為你要這麼安靜地 叫他們去睡覺 就表示你渴望獨處 對 可是是因為 他們只要 他們只要事情 我們全家會看這個節目 他們需要在你需要的時候 出現就好了對不對 對 基本上應該還是喜歡 但為什麼那麼年輕就喜歡喔 前一陣子因為 所以我有一段時間沒有工作 在家裡就是在思考人生 我發現我改變了 我開始發現 斷捨離這件事情很重要 自己一個人也很有趣啊 比如說我會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 好棒喔 比如說我早上一起來 我會到頂樓跳繩 跳繩的時候我會順便 嬌嬌花我有養植物 然後養一些 還是可以進入養老的生活 養一些M水啊 養一些 M水 辣椒啊 真的... 然後養一些花花草草啊 八材樹啊 就是看牠們的生長狀態 我就覺得好療癒喔 接下來我有養一隻貓咪嘛 所以寵物其實是我 非常好的心靈伴侶 所以我就會跟牠一起聊天 然後我常常會跟牠說話 你們是你家的貓 對 好可愛喔 牠看起來是有點被迫耶 牠看起來很驚訝 我們在看牠玩 你為什麼每次吹冷氣的時候 就會露出這麼這麼爽的臉呢 那不是這麼爽的 牠的臉有任何的變化嗎 牠偏厭視 我根本就不想理耶 對啊 我覺得是貓想對你斷舍離耶 牠其實想一個人耶 要不要脫箱 要不要脫箱 不要這樣 我覺得你家貓好衰喔 你是不是金剛人啊 怎麼指甲長得這麼快啊 你是不是金剛人本人 很療癒耶 然後我的生活其實 就得到很棒的充電啦 然後我在工作表現跟狀態上面 其實會越來越舒服的 我覺得是非常開心的 所以你的時間管理 就變得要更精準對不對 你會覺得跟人與人之間 有時候在那邊打屁閒聊 是有點浪費時間嗎 好像有一點 但我並不會覺得 也可以聊 但是就不會把很多的時間花在上面 那其實獨處這件事情 本身在每一個人都是需要的 但是我覺得你要觀察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突發性 它是不是在某個時間突然 你就開始只想跟自己獨處 而不是一個 我是 第二個就是持續性 就是這個獨處開始就慢慢的 成為你的一種習慣 第三個最重要 就是說這個獨處以前 其實只需要一個小時 開始變成三個小時 開始變成一整天都要獨處 為什麼我會說這三件事情 可能是個小指標 不要剛剛聽完就馬上崩潰說 慘了我是不是有 我等一下講的問題 可是如果有這三個問題 你一定要問問自己為什麼 什麼問題可能跟我們剛剛講的 一個人喜歡獨處 要小心的小弟咧 是 我們先說一下 其實這個名詞算是一個 我覺得大家不要太把它看成 一定是疾病 我們講的是一個傾向 我們都知道說 憂鬱症的傾向 舉個例子 大家會說我憂鬱情緒 我比較悲觀 這種都是大家很常見的 所謂的憂鬱症 然而其實在憂鬱症 我們真正醫學上的定義裡頭 我們發現有一些人 他的表現 不一定會用憂鬱情向表現 他可能會用什麼呢 對外面的事情失去興趣 甚至有些失去活力 他是到他可以整天躺在床上 他就覺得他沒有力氣 他很累 所以如果假設你剛剛的這個 說的自己獨處的空間的時候 是因為我剛剛說的這些問題 就真的要很小心 我們真正就遇過有門診病人 因為其實病人到我們面前 通常會把他內心的一些實話 來跟我們分享 這病人他本身是一個 算是高知識分子 在做會計的 所以他頭腦其實很好 他以前是非常享受那種 結束下班之後 他會去 比如說在跟人家喝杯酒 品酒會 或是有很多這種社交的場合 可是他來找我是因為 他其實覺得最近很困擾 他發現了他真的 幾乎不敢社交 而且越來越嚴重 為什麼 他講到的是不敢 為什麼他會哪講不敢這個字 人家跟他說工作上的事情 理論上他很熟的一些名詞 他說不出來 有一些他很可以計算的東西 他突然無法計算 所以他發現他以前那種 在這個社交場合裡頭 他那種很聰明的形象 好像突然被剝奪 後來我們就同時看了 所謂的神經內科跟神心科 最後他其實是兩個問題 同時在那段時間慢慢地發生 所以有些人當他對他本身 很擅長的東西 突然不擅長 比如說數學老師 他不會算數學 比如說煮菜的人 他竟然不會煮菜 他對他自己很擅長的事情 突然沒有 失去這個能力 其實這個都要很小心 另外因為他 這個有時候失智跟憂鬱 他們是連在一起 因為你的能力喪失 你的心情可能會受到影響 那後來在兩邊同時介入後 其實他就開始又回到 他本身的社交生活 如果你有我剛剛說的那些狀況 你不妨好好想想看 你是不是需要一些協助 好 那如果說其實並沒有 不用擔心 有時候偶爾一個人 身為媽媽的我 我也覺得挺好的 而且我覺得 這個算不算是防疫症候群 就是大家居家防疫久了 都告訴你媽媽 真的很需要一個人的控制 因為他都在對不對 對 這因為最近看奧運 然後你又看到那個大阪直美 不是舉這個東京聖火嗎 但其實因為最近就是 他的話題又再次掀起來 就是他有承認 他自己有憂鬱症 好長一段時間是恐慌症 不敢面對人群 就是那種一直很怕遇到人 或是很怕自己失敗 所以其實我覺得 名人在接受很大的 這個工作壓力的時候 也特別容易有這個 憂鬱症的產生 其實我們在做 心理治療 我們最要看的一個點 就是你在人生中 有沒有任何一個面向 是你想逃避的 是你覺得不舒服的 像剛剛衛士講的 就有點像是 我覺得如果我跟朋友去玩 因為我可能沒有工作 所以朋友會比較啊 會競爭 那種不舒服 讓我不想去聚會 那就是一種 有的人部分是這個原因 小逃避 對 但是另外一種 像剛剛突然 譬如說我每天生活 都排得很忙 每天都有人陪 可是突然沒有人陪的時候 我突然好慌 對 這是另外一種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的 叫做 周五焦慮症 這什麼 這不是Friday night 是Happy night嗎 是嗎 怎麼會焦慮呢 我有沒有PO出美照 我有沒有PO出很豐盛的 在社群上有沒有很光鮮亮麗 我有沒有學習 對 所以跟周一症候群 雖然是相反的 但是它內心其實也是 某種匱乏 我以前就沒有 那你焦慮的部分是什麼 但是我的原因很清楚 是因為我那時候失戀 所以我只要禮拜五 開始發現我今天晚上 沒有局的時候 就以前約會的時間空了 對 我就會開始覺得 我沒人愛 我不夠好 所以我那時候 就真的很清楚地靜下來 面對自己這個 匱乏 內在覺得 不夠好的部分 而且我覺得現代人 因為生活習慣的改變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 形式的焦慮 就是你會不會有時候出門 一整天都沒有一張 可以看的照片PO文 有人焦慮說 為什麼我最近 都沒有一張 可以PO文的照片 我是不是不會過生活 對 為什麼五天沒發文了 對 早就 我是不是要再遺忘了 我爸會跟我講說 你幫我看一下 我的線條是不是壞掉 我說爸 為什麼壞掉 他說光是線條整天沒有想 他都焦慮了 真的 真的會 因為以前那個線條是 每天睡醒可能 有好幾百個 這個群組的線條都在跳 都有很多留言 對 如果你現在一打開 怎麼才兩則 那就 可惡 我是不是被封鎖了 被拉黑 我被拉黑了嗎 就很焦慮 不是 有些人 他真的就是活在社群之中 或活在他人之中 像我有一個個案 三十三歲 超漂亮的 就是一個女性的公關 可是他卻被人家 取一個綽號叫做 運到油的 什麼意思啊 就是他禮拜五到禮拜天 大概有十幾個局 他每一個局都要去問一下 拍張照 然後跟這邊的人聯繫一下 他才覺得自己存在 可是這樣的結果 反而他其實明明很想教男友 可是他都教不到 為什麼 他其實在每一個局都在想 下一個局要開始了 然後下一個局我要怎麼樣 對 沒錯 所以他都活在那個社群 或是他人的眼中 對 那如果真的就是 不小心 真的就是因為生活習慣 造成了有這種 類似情況的焦慮症 有什麼好的建議嗎 我覺得只要有焦慮症 它都是一個提醒 是一個警鐘 來告訴我們 你現在的生活安排有問題 對 所以如果你的生活 其實排得太滿的 對 我們就需要去斷舍離 看哪一個其實是 我參加的時候並不開心 這一趟我去了 這一群人 其實我都不舒服 真的 但是我逼自己去 這個就需要做一些選擇 對 第二點的狀況是什麼 你們有這個症狀嗎 有的請舉圈 來 大家請舉開 來 我好像能有 誰想加班 這兩個 這兩位 舅舅很多 你們有兩位 你好多積極 對啊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是因為 就是因為購物台的工作 非常忙 所以那個時候二十幾歲 我就一直很衝 後來因為小孩的關係 我就想說不行 我不能這樣過日子 我要把腳步再放下來 所以後來我就跟公司談 我一個禮拜只要上兩天班 就是所有的工作 就排那兩天 然後其他時間 就是保母接送小孩這樣 可是後來因為疫情的 這段時間我突然發覺說 好像這樣子有點太鬆散了 因為我每次看新聞 就看到什麼失業率 然後很多餐廳 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看到 很多以前那種同學的群組 他們就會講說 現在政府要發補助什麼的 然後我心想說 大家都沒有存款 然後很多人都沒有工作 所以我那個時候 看到大家的狀況 我突然發覺說 我現在有工作 有班可以上 我好感恩 以前他們根本要找人代班 他們根本不敢找我 因為我一定跟他講說不行 我要幹嘛 我要幹嘛 現在找代班 OK 沒問題 家裡幹嘛 要幹嘛的 我都可以 對 而且以前要三十分鐘 那我只要五分鐘 現在戴口罩 我可以不用化妝 對 可是唯一的職業傷害就是 因為你知道 在客戶堂我們一直講話 對 然後我又戴口罩 所以有一陣子 我常常懷疑自己 是不是中獎了 因為妳就是 公子 公子 我整個人會暈耶 對 就開始會擔心這些 我覺得會 因為這個社會的氛圍 然後大家接收到的資訊一直這樣 我也每天覺得我喉嚨有症癢癢 對 我也每天這樣 東莫西莫那個耳溫 這樣一直拿起來 一直戳啊 對 因為我們有小孩的 我覺得就會更緊張 然後又很怕說 萬一自己有 我帶回去怎麼辦 對 所以這也是一 我覺得是另外一種 焦慮的形式 對 也是一種問題 但年輕人打拚好像很正常 很正常 對 年輕人打拚很正常 像譬如說妳的老公 以前也是團體嘛 各個領域都要努力嘗試 所以不管是主持 戲劇還是唱歌 那像那個時候我也是 以像五六這種很厲害的團體 為目標 像我那時候是主持 然後我又拍戲 又穿到團體活動 對 連續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 因為 兩年 因為妳可能四五點起來 要拍戲啊 但妳中間下午要嘎主持的班 主持到傍晚之後 妳又要跟著團體去練舞 那團體練舞是團練 要練那種台北跨年 那妳可能要練到兩點 但妳隔天出班的戲 又是四五點 早班 所以我就是這樣子 但老實說仁甫他們以前 那個 那一段時期 真的 對 也是這樣子 長達好幾年 而且他們都 都進不超 他們都沒回家 都是住在公司 回不了家 都睡公司啊 對 那時候我差不多平均 每一天睡兩個小時 但是我其實很快樂 我其實覺得很棒 有工作是好事 很感恩 我覺得年輕那個小鮮肉 體力好也是一個重要元素 但是身體其實 就像我其實以前是沒有眼袋 跟黑眼圈的 但那陣子真的是被超出眼袋 還有一個天眼圈 但雖然化妝可以蓋嘛 我也覺得沒什麼 因為我只要五 四 三 二 走的時候 我就可以百分之百狀態在上面 我覺得自己很專業 很在FIRE上面 但是其實身體好像 其實一停下來會很疲憊 很疲憊 這件事情我也會覺得有點 有點那個有點不太舒服 我覺得妳是心中的工作的熱情 在支撐妳的體力 對 這樣是好的嗎 對 不要這樣說 我覺得只要是積極的 想工作不是應該都好的 我們今天也可以錄六集 來 大家可以錄起來 有錢就對了 對 你真心喔 我配合 我可以加糖喔 姐 我可以 玉琳一波上升啦 錢來就接 對 錢來就接 給我錢啦 錄五四集也可以 好 但是應該是有點隱憂 要不然今天也不會拿出來討論 對不對 沒錯 那到底會發生什麼狀況呢 我們的人就像是一個固定的存款 對 這個存款它可能可以在現在拿 它也可以現在先拿以後的 那我們的身體其實很多的機制 也是類似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講一個 這個真的算是現代文明病之一 我們很多病人 甚至越來越年輕 三十幾歲 四十歲就開始出現這個症狀 叫做慢性疲勞症候群 這個是什麼 我先講我的兩個個案 這兩個個案其實他們是 很像在天秤的兩端 但是其實問題都來自同一個問題 就是我剛剛說的這個問題 有個病人他是一個 算是科技業已經熬到很主管 是大主管 他當時來找我是 因為他真的覺得非常困擾 他失眠 可是他的失眠 跟一般的失眠不同 他是說 他敘述是這樣 他是越晚精神越好 直到他晚上孩子睡得慘了 他眼睛亮得 還非常的亮 他覺得怎麼辦 他一點睡意都沒有 真的耶 我也是這樣子耶 我也是耶 而且這小孩沒睡著之前 我都好困喔 不是 我睡一睡 夜見後會倒汗 我的床會整個濕掉喔 你更年期啊 更年期的徵兆 對 我剛剛講的這個個案 他其實真的就覺得 他是不是有異常人的體力 另一位個案是完全相反 他在我門診裡頭 大概十幾分鐘 這十幾分鐘裡頭 他只講一個字 繞著一個字 他好累 他不停地說 他真的好累 他一整天都好累 他好累好累 這兩個個案 我同時都跟他做了一個檢查 其實就跟剛剛慢性症候群有關 這檢查很有趣 他是去看我們身體的一個 荷爾蒙叫做皮脂唇 他會在我們早上起床的時候 他開始上升 所以你在早上 你會覺得精神很好 你的工作人力很好 然而他會慢慢隨著 一整天 他就開始退下來 我們身體會感覺到 想睡覺的感覺 有一部分就是跟皮脂唇 開始下降有關 然而這個皮脂唇的上升 跟他的下降 有時候是需要調度 我們身體的一些原料 去讓他製造這個皮脂唇 他不是永遠都可以提得完的 所以當你今天 過度地提領了你的皮脂唇 每天先讓他不停地高 晚上也讓他高 就是我們說的 加班的這種狀態的時候 有一天他會突然 裡頭沒有油了 然而這種人會有兩種現象 有些人他就是一整天都很累 他就覺得好累好累 但是我剛剛講那個主管 聽起來他應該是個 體力很旺盛的人 他的皮脂唇比上個人更低 他幾乎什麼都看不到 一條線在底下 他的原因就是 他其實已經耗損太久了 通常我們看這種型的 我們叫做 第三期 一就是比較輕 三就是最重 這種型的通常你一問 他的前十年 甚至更久以前的這一段時間 要不是經濟 要不是家庭 要不是這個工作 保證都是壓力滿到爆棚 就是我耶 好可怕喔 而且我的肩膀 就覺得好痠喔 我每天都覺得好需要按摩 對 我都要熱膚才能睡 我就覺得好疲憊 媽 我好累 但是我一上場就來吧 來喔 對 其實這種我們最擔心的都是 通常到門診 會開始這個 用這樣子的抱怨 來找我們的時候 說真的 它不是說我吃一顆藥 它就還得回來 它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去調理你的身體 所以我們真的要特別提醒 就是我不希望你到 講到像我這樣子的個愛 已經到十年後的現象 等一下再加個 對 不好意思 請你走正常管道化號喔 對 老師要排多久 還有排健保 還有健保 排健保 對 所以我還是建議啦 就是當你發現 你已經在這種階段 或者是說 你其實聽完之後 好像已經開始靠近 我剛剛說的 以上一些症狀的時候 你真的就要很小心 你不要讓你再撐下去 因為以後一定要緩 那然而除了我剛剛說的 以後一定要緩 真的以後一定要緩 除了我剛剛說的是 叫做失眠或者是你整天很累以外 其實慢性疲勞症候群 它有一些潛在症兆 例如肌肉痛 肌肉酸 注意力低 或者是你覺得哪個地方的 這個淋巴結等等 感覺到疼痛 醫師 我想請教一下 你現在列出這七個點當中 對 我們要全種才代表 我有慢性疲勞症候群 還是我要種幾個的 我建議你看大約五種左右以上 超過五個就要小心自己 是不是換了這個 慢性疲勞症候群 應該是說五個以上 然後這個狀態是持續進行的時候 我覺得你就可以直接先考慮 讓你的生活調適 但是我覺得這種人 通常還有一個特徵 就是他會發現他 在工作的時候 幾乎都不生病 好不容易放假就生病 對 對 我跟你講演藝圈的人都有這個病 因為他的皮脂唇 是要放長假之前 因為他的皮脂唇一直在高峰 一掉下來就可能會生病 就是要坐飛機那一天 我就突然有點不舒服 發燒 對 因為你知道其實皮脂唇 在我們的藥裡頭 大家都聽過一個叫肋骨唇 肋骨唇其實就是我們身體 仿造的皮脂唇的一種 人工的西藥 那我們要知道皮脂唇 用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有些人嚴重發炎的時候 我們用皮脂唇 可以讓你的異味性皮膚炎比較好 你的一些比較嚴重的免疫問題 發炎壓下來 把發炎壓下來 所以當我們在壓力很高的時候 就彷彿好像我們在吃 多餘的肋骨唇的那種味道 所以那時候的你不會感冒 那時候你可能不會有疼痛症狀 但當你的這個 我們說皮脂唇退下之後 剛剛說這些發炎症狀就出現 但是還是要特別提醒 因為以上這些問題 還是有可能是其他疾病 所以如果你說一個兩個 你不要一直覺得 我慢性皮膚重心 我休息就好 休息就好 可是明明你一整個禮拜 只工作一天 千萬不要一直自己對號入座 所以他需要很多考慮之下 才會往這個方向回應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俗女家務室 趕快來訂閱